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直老有朋友在问我 我的投稿你什么时候看 我的投稿你什么时候发 我得简单说一下 其实大家的投稿 我一般情况下 当天可能会看一看邮箱 把投稿大概看一下 然后做视频的话 其实并不是当天看了就一定会做 也不是说做了就一定当天就发 因为做视频 可能我需要去抽出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来找到一个空闲的时间来做 然后另外的话我也会有一些存货 毕竟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事情 或者什么的 然后所以做的视频 就可能会过几天 或者说过一阵子发 如果做出来 另外有些朋友老师让我什么通知他一下 这个通知不了的 人太多了 不是你一个人 你如果是就如果就你一个人 我肯定可以通知 我关键人太多了通知不过来的 对吧 你一天五六个人 就反正就通知不过来 然后另外大家就是 你不是说你当天就核心观点 就是不是说你当天投稿 就算你当天被选中了 你也不是说当天视频就能出现 所以大家不要急 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你的视频要精彩了 你的视频如果足够精彩 这我认为的精彩 就就基本上都能够上 要不然你就直接 直接说我飞机语 怎么能念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跟大家在这里统一说一下 然后 之后也就不再逐一做解释了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和理解 今天呢 今天的视频其实都比较有意思啊 可能带有一些娱乐性 咱们共同收看一下吧 看看你们觉得如何 一局 就是要专图绿皮 那我是绿皮 我肯定把你弄死啊 专图我们 不会专图绿皮的就选绿皮吧 不应该 看他选择什么 估计是选群吧 选群的话 画陀蔡文基 吕布蔡文基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想 吕布画陀倒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次选画陀也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有一定价值 最终来一首画陀蔡文基 五花位 两红一黑一南蛮 这牌就一般把就凑合 我只能说 浪漫如何定义 浪漫就是一朵花吗 就是一件化妆品吗 那显然不是呀 浪漫是让别人心动 你们心动了吗 徐群直接掏刀 砍三号 我砍了一刀 你不卖 左思说我卖行吗 徐群说你卖 更打你了 果然直接 屈虎伤敌一 保我无虑 其实打三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 你是位就打出来 你不是位 我正好可以屈虎这个二去打你 出了个大点 不想左思被欧 看来他是个群 他如果不是群 他为什么这么心疼左思呢 左思有什么好心疼的 当然了 还取决于他手牌结构 也许都是小脸的 但是他逼不管怎么样 肯定翻左思 左思更厉害 一号对三八看了 三八三八必有一杀 混杀 是不是群呢 反正是不是群 他也都要演出是群 就看你信不信 反正 这个人 怎么说 挂个帐巴 干嘛动 不动 咱也不好动 因为他本身就不想杀左思 驱虎猪小脸 那杀陶皮他更不愿意的 有八卦刃 而且还是陶皮 所以他过了 这里有人去杀左思了 其实杀左思只能说疑似位 但是别的国家也有可能杀左思 左思毕竟比较 对吧 你懂的 这里 反正是我 我不会亮 没有什么可亮可不亮 但是主持者说不行 大群 我要亮 大群 那你拆二 帮他过个牌是吗 行 那你帮他过个牌吧 这个什么 绿 鼠 你来吗 其实这吴国怕群雄也很正常 这些主持者可能觉得是大群吧 觉得二十群八十群吧 反正出来了 你拆就拆吧 然后这个绿皮 你看专图绿皮是吧 图的挺准 那我也图你 大群喜欢棒棒糖 喜欢舔是吧 做一只舔狗 是吧 泰式词说不行了 hold不住了 欺负我妹妹 我要报仇 怪了呀 这手牌要被拆光殆尽 其实接下来这个二百集的就很关键了 这个七号 替天行道 K碰Q 单杀 一手单杀非常的精妙 也不知道为何 看来他是 看来他第一不会双杀 第二他也不会判断身份 你杀呀 你要不杀二呀 呦 这还有个群 说实话 如果有人运气不好 可能要野 但是这个八其实不一定就百分之百是群 假许出来 我就上个车 我就蹭蹭 我还要进去呢 你上吧 这个人就很关键了 小雪也没什么输出 乱舞的话也不好乱 这个人很丢结 你啥意思 不想亮 还表示我亮了吧 其实他不是说不想亮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我要拼谁 然后刷完条也没想出来 到自己回头那继续想 然后万一拼个鸟 不拼了 出牌吧 你也不叙叙叙叙叙 干嘛呀 他一个假许 你能让他说出啥 他除了乱舞 他能干嘛 这你还真赖不得他 九杀 九杀谁 好像 其实可以杀二吧 泰尔茨 你愿意杀就杀吧 杀了周泰 就是你亏 可能杀二好一点吧 反正二也不是记忆人 嗯 呃 这里泰尔茨给这个曹匹打无限 投之一逃 报之一礼 曹匹要不要还他一张四张牌 顺手摸羊 这个局大群随时就崩了 只要左死一死就崩了 只要左死一死肯定崩了 田锋掉变成凉血 核桃后凉血 你这边化多霉牌 继续屈护 哎呦 出了个小点 哈哈 好小 好打一下 魂祭则生 哎他第一轮出屈护 出的到底是小点还是大点 我人家恍惚了 我看看 一号一拼点 二号一拼点 K出了个大点 你别说还真是真是个群啊 搞不好 灌石大锤 杀 技灵不 不砸 行吧 不砸就不砸吧 出来个双头 双头野心家 那他岂不是爽了 收一个人摸三张 收一个人摸三张 全是食材 而且他怕了个黑 你知道吗 还能决斗假许 你都野了 陶毕说 陶毕说你野了 别打错 哈哈 是这意思吗 他就野了吗 很正常 他点亮 那他不可能亮了呀 他那个位置 怎么可能亮呢 他那个位置亮了干嘛呀 全场都黑着 主持被翻了 你打谁去啊 是全扯淡 啊 这里斗佐茨 斗战胜国 斗吧 其实应该先斗纪灵 是不是好一点 行吧 这佐茨运气不差 也是差 好像野了更好 又野了好了是吗 打崩他们 你挺凶的 你不会是马腾吧 你要是马腾 你可过分了 带着工资跑路是吧 他不亮的话 看吧 反正可能是马腾 也有可能是 董罗这些 攀缝什么的 不过现在攀缝很少了 死得好呀 为何死得好 他怎么了 这里他去收人头比较好 不要让他崩死 收人头可以摸三的 崩死有啥意义呢 对不对 没魂 没魂 这东西 魂这东西没准 也看你运气 虽然左思强 但是魂这个玩意儿 确实是也很看运气的 哎呀 只可惜你双头 你不是田峰啊 你要是田峰 我觉得你这把鱼已经赢了 真的你直接上天 即便泰尔茨是周泰 也是你的牌兽 杀牌兽 给他接下来想斗谁 他自己选 他可能不是马腾 感觉驶马腾要开大了 就一波了 不过摆在他面前有几座大山 曹丕 蔡文基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周泰的太子 大桥和这个季灵应该是手拿把断吧 大桥基本上不太可能是周泰 他大桥主 伯福 伯福 你去了 丁凤太大桥 成分很差 在狙击斗这个和太后 在他的局面可能要进一个四人军 或者说如果打死太子 实际一个三人军 然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这乐都没出呢 他有可能有乐的 把他逼乐 其实都还能打 当然如果他真能动成那种局面 马腾暂时不亮也可以 看他自己手牌来规划 这个东西 然而看你自己手牌来规划 斗 太子时一脸严肃庄重的样子 一下三排 果然是周泰 果然也有乐 其实都正常 这个都很实属正常 接下来他其实有码头也没必要亮了 因为亮了你也没什么打的 好 这里就拆这个曹皮的冠师傅 先不急 不要去拆这个双头 没必要逼他 一人太甚 要顺八卦阵吗 哇去 他竟然把乐顺了 他生气了 他说你把我们绿皮打崩了 打崩个鸟 就你们两个鸟绿皮 打崩子不是群吗 你生个什么气啊 曹皮高兴坏了 不过也行吧 说不定曹皮就去 帮你搞搞太子 不是搞搞双头 搞搞话陀 双头说我只能这么打 主持人说打的没错 那确实双头也只能这样 那他能怎么样啊 他那不杀绿吗 好又去虎又没去过 然后又给太子 一张暴打你 我真的我滴水之人 当永强相报 你顺罗勒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其实这没有那么严重 你必须三血中乐 贝勒 你不是一血贝勒 如果是一血贝勒 那你这条命都可以给他 当然从这局 其实也能看出来 曹皮是个知恩图报之人 那么现在形成了一个曹皮和太子的阵营 自己跟双头当阵营 好像也没啥卵用 关键是 他虽然是群 但是他不厉害 有人说他不厉害 他把群杀光 反正这种厉害不厉害是相对的 就像有些东西 他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厉害 在某一个时期内可能会非常强势 在某个时期内又会非常的弱势 这里肯定不敢拆太子 就盯着曹皮搞 但是 但是太子他又能打谁 他肯定不好意思打曹皮的 他只能打你跟双头 我觉得拆吧 我知道你不想被太子打 但是这个太子是个憨憨 他跟曹皮不一样 曹皮知恩图报 这个太子就是 我想打谁我就打谁 他只能打你 他又他不可能打曹皮的 曹皮都给他翻了 所以这回合我觉得是可以拆太子 好三金刀非常厉害 这货不会又要去卖曹皮是吧 看他的笔画 曹皮要还债吗 曹皮说还干嘛的 全一血咱们 看谁能赢 你可真狠 关键是还给他翻回来 哎呦我的妈呀 曹皮这个人可太 那咋办呀 走不了了 拆掉成甲 全一血 看谁能赢 去虎都去不了 曹皮打死双头 收点什么好牌 搞一波 也不是不可能 你说实话 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曹皮可以不翻太子词 翻这个双头 双头是个董卓 很刺激啊 这个鱼 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惊天妙手 解刀 能回血吗 能不能回血 其实才是关键 能不能天度 已经很关键 好 这是天度了 其实到底很关键的节点了 这个节点很重要啊 你们会怎么打 你可以杀了曹皮 那你杀了曹皮 你就死了 你也可以杀太子词 但是没什么卵用 一创 有什么惊天妙手吗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惊天妙手 看他怎么打 他把曹皮的狮子猜了 这里非常的骚气啊 把曹皮的狮子猜 这个太子词会很尴尬 因为他 他如果想赢 他吃菜 他就赢不了了 他不吃菜 他就得去双杀 双杀的话 他得打曹皮 打曹皮的话 曹皮会要凉血 你一会儿去救曹皮 这曹皮是个知人图报纸 这个局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认为这个拆狮子 恐怕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恐怕是个惊天妙手啊 这里要救啊 要救 救了他一定给你结命 一定 包括他之前的表现 包括目前的局势 他不给你结命 他给自己结命怎么办 你赢不了呀 没有闪就输了 所以他 他说太子词你给我恩 我已经都还了 你的恩情我已经全还了 现在啊 我到报仇的时候到了 所以说这一手啊 盘活了自己 当时如果你杀了曹皮 你一学打太子 你肯定输了 你看周泰也没有用 这个曹皮呢 当然了 曹皮接下来 他该打你也可以打你 不打也行 好 他说周泰没死 我就不打 周泰你不死 我就不打 有弩 有弩可能还有点机会 你别说啊 这个周泰作恶多安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我曹皮想打死华佗 有点难 这也就是个华佗 白白 让周泰白白的是吧 啥 这里肯定不出闪 因为可以背歌 可以急救 而且还能防九杀 去看梅花一些 还真有九杀 所以说曹皮也是 勉强争取到了一定机会 你看其实曹皮 还真的给自己争取到了机会 其实这个局真的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最后 最后这几手啊 值得大家去思考啊 断杀是很正常的 哪有这么多杀呀 这里可以用黑桃来拆手牌 看看自己能摸个杀 摸杀 赢了 大群崩了 但是最后自越赢了 有点意思啊 这局我觉得双头是比较冤的 他把别人杀了进入寺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态势子就这么恨 恨他 非常的恨 恨的一批 其实最后拆尸的那首 我相信在实战中 应该很多人很难去想到 但是 你看录像可以去反思一下 这有些时候思路 只能说一个转换吧 主要是 你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某 比如说你发现某一条路 你压根就赢不了 就不要走了 你换一条路走 这也是经常我多次提到的 有的人他就是 他又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再看第二句 第二句叫 主要讲完叫 最爱千墨 这里 孙奔小乔 周瑜小乔 都可以 没有佐词 吴国的生存环境会好很多 这句 孙奔小乔 周瑜小乔 都不错 两手 孙奔小乔 七号位 不刷小记卡吗 找个红桥呗 这个牌还行 三张天象牌 可以有杀 有难白 你不想咱可以出杀 十七张牌 能秒漏啊 赶紧秒谁吧 反正三血挺多的 随便秒一个 找了个逆可 看来逆可不招人爱啊 不是位 砍了一刀 九十八直接脱管了 这个也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属国心态炸的 也有可能是别的等死了 这边又一发万箭 铁轮心要弄死你 那就去死吧 下次重一点 这里出来谈 不能谈山墨哥 帮他脱刀 宝 那只能谈斯马亿了呀 别的人 你要不就谈个四血的 反正 三血的不能乱谈 因为谈到五个很伤 反正要不谈斯马亿 要不谈四血 其他的就不玩了 暖香悠悠 驱冷散寒 丢闪链 数字哥 数字哥去打数国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没打六 有可能是胃吧 也有可能是五 保险 装个兽 下午三点 这人叫车途红 三件两人捞 继续中 对面就两个人 中的happy 这个四百一 肯定把六剁了呀 就顺势落了 倒不是说他刻意打什么三血不外 他这个点位 打死他 很有可能打到一个鼠 所以还是比较赚的 先支头再打 也就是非常的稳健 没问题 曹皮亮了 有人说曹皮为什么装层甲 我觉得他这里装层甲 还真没问题 为啥 因为四百一有张名牌代劳 这个四百一肯定把夏家除了 然后他一收拾一出来 一开代劳 我说的是不是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好 斗 紧攻立业 谈曹皮 谈曹皮吧 曹皮的血很关键 因为他压了两血 他卖血 分别别人可以摸二 卖一 他三血就摸一 很不爽 这里卖 觉醒 啥子不好弹 主要是 给山本科英魂 看会怎么出无间 孙啥也不行了 红桃兄弟 真的呆着了 无国太 这里别给小桥晕魂了 他可能觉得小桥没添香了 帮他过一张 其实小桥是个桃 也行吧 母妇又过来 妇妇出来个瞪暗 有点过分 决斗 无血合金 这有必要无血吗 这么草率吗 国无血 老沙看你的了 杀小鸟 老沙这版非常关键 无血多是吧 挺奢侈的 杀小鸟 九杀曹匹 你翻吧 爱翻谁翻谁 反正你指定翻到谁的 对吧 你也不可能翻小桥 坏了 那只能翻四了呀 我说的坏了 是指又还有个位 不是说他翻四 他翻四指不定是 是好是玩 用记个 用逆个 再看一样 一律一装 目前的局势 对于卫国来说 也别并没有那么明朗 好像有吃令出来了 还翻了个位 可以 不亏 但是 他可以消桃皮 把自己翻回来 他瞄的 这是什么样的阵容 感觉打不了了 感觉一副 跑路的样子 理念 寻忧 火攻 桃子 他还没有红桃 我红桃就拍了 解了 解就解吧 加一律一装 朱雀一扇 来 山小桥 小桥 你这灿 你黑山山小桥 他如果吃桃 那个啥 不太不易 你就 你就 让他回到凉雪 把他觉醒就完了 他就是个废物了 然后你再去打别人 你扎什么歌干嘛呀 关键是跃进 小桥 你翻小桥 做什么呀 你翻跃进啊 跃进生气了 你翻 那谁才把桃顺了吗 你翻跃进 不过他刚才打沙漠哥 如果他不翻跃 不翻小桥的话 就是不让小桥不易也行 那边可以顺到桃子 反正 草皮就打了稀了糊涂了 你身上全是金囊 你注意点啊 你这发言 很危险 别惊 你在这 看黄色是吧 好 这个 当然了 本来就是应该翻越境的 你甭管你身上是啥 你爱是啥是啥 打不下去了 真打不下去了 这魏国有个把桥子很正常 刷刷扫皮啥的 他们目前怎么说呢 也不太好攻破 只能把这个庞虫先打进盘了 然后在群球把他翻面 一直锤 锤锤锤锤锤死 好 这边救一下 求人得人 求意得意 这边就是对的 不要是山姆科 随便捏盘 一般随便捏盘 就会有突破口 这里远交的话 建议远交 瞬间 如果排购是最好开代牢的 好 打 要不要打尼盘 打尼盘了吧 你没有曹批啪什么 给他翻了不就得了吗 你盘了 不愿意用珠子就 你这点也不敢救 想保留一下自己的生存空间 越境曹人 怪不得翻面 不翻你 不翻谁呀 你个越境曹人 坏了 桃子被拆了 还有个没有了 有 你有珠子 你不会不舍得 你可以理解吧 但是珠子 你一会儿还得用来救山姆科 吃早的 你肯定还得救 因为他们会围攻山姆科的 山姆科会被翻面的 锤 乐住 可以 有斯马亿 那就乐了吧 那谁都一样 拆 哪里走 哪里走 没事 有珠子 不要慌 别一下打两眼珠珠就行 杀呢 有杀 那有珠子呗 就回到凉学嘛 听说没有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但是这无关紧要啊 该打位还是打位的 给他凉学了 天度 其实这里可以不改 你想改就改吧 其实可以不改 他又没觉醒 他干不了什么 你看他摸着两个牌子干嘛 干不了什么 瞬间怎么忽悠 好像没什么忽悠的 不得撤退 别销孙间呀 我觉得销孙间完全没有必要啊 你留着牌 销里点 销国家 销谁都可以 你销孙间干嘛呀 真没必要销孙间 又用记者 又弄者 你销孙间真的没意义 你销他干什么 又把他卸刀 霸王卸甲 不是你玩个越境都玩不明白吗 我说实话 你销孙间 销什么 你都不如销里点 你也不如销国家 你可这销来销去的 销了个寂寞 真的 纯纯的销了个寂寞 继续集火 他反正 哎呀他牌老是搞得不够用 其实开大牢是最赚的 开大牢你过多少牌 而且四马一还能存田 香的一匹 加一马开五股 没拆掉国无蟹雪传 他也是读出来国无蟹了吗 因为之前没有无蟹吗 当然不是 他就是当真想开小小 我觉得 这里这个国无蟹非常关键 虽然说这牌 五股牌不太好 但是 卫国其实很需要牌了 沙扬 这是有什么后手吧 管你有什么后手 他有万键 他只能刹小乔 因为他万键避开的 要利用万键来把 沙扑克翻了 所以说他这万键避开的 不可能不开 因为沙扑克是必要翻的 但还有一种打法 就是不开 你直接自己实杀国家 也是一种可能 但是他这么杀 就是你小乔 万一手里不是天香牌 可能陪你打到球桃 列祖列宗 列祖列宗 刺我力量 其实我感觉是不是 单杀 也要国家好一点 帮小乔觉醒 而且还能多饱血 多饱队友的血 我感觉单杀国家 去翻好一点 可能还是比较贪 像打死小条吧 但是不太好 稳着打 你们还是能赢的 真的 愿两家 愿结勤进之好 接下来沙扑克这个尸体 能不能到魏国手里 很关键了 本局的关键节点 好 管师府 只能先锤这个越进 不敢去锤国家了 没办法 只能先锤 你这个不好锤的 把你桃炸出来 要不你们就放弃他 你们放弃他 让我摸四张 你们舍了吧 借刀 但是威国依然很强势 九冠十 可以 这里珠子要救了 没得选 必须救 别说那些 不救吗 这里必救的呀 你不救 他死了就输了 他死了一开大牢什么的 就输了 他死了很多开草原了 是吧 该救救啊 老杀呀 这牌呀 草皮国家杀也没有 还好 上吧 继续九杀 但杀木克不一定没闪的 刚才是冠石斧 杀木克是小样 我冠石斧 我闪个寂寞 继续杀 没逃了 不翻了是吧 那你们炸了呀 杀木克还有吗 不知道 反正这边肯定要救的 肯定要救的 你别说什么杀木克有桃 他要没桃呢 没桃不是炸了吗 好 这直接扒光 想自己收个牌 觉得国家可能会留个酒 有这种可能性 医学 他扔了一堆基本 但是依然很苍白无力 好 这边也是不给杀木克用魂了 觉得杀木克这一波 可以把这个 卫国boss 有种可能 但是你还是不敢先打国家 你还是只能先打越境 没有办法 就算对面没有桃 你也不敢打国家的 讲道理 其实这里这个桃 我倒觉得没必要吃了 这个桃留给桃皮比较好的 因为你已经没啥牌了 也发便了 没啥价值了 他还不惯 也不知道为啥 是让给杀木克吗 这么谦让吗 看来手上有桃子 点快了 太快了 到底是什么 可能真的是太快了 其实我觉得越境 这里可以死了 让时间收了吧 杀木克瞬间吃几个桃 说我刚才就有桃 转了个珠子 但这也没用 他没距离 打不到魏国 但是魏国也马上就崩了 魏国在这耗了半天 除了这个被杀木克 打了半死的张飞 别人一个人打不死 你说累不累 谁也打不死 这也到杀木克年 没啥意思 是我就不杀了 这里还给杀木克补牌吗 他可能觉得还是打不崩魏国 因为自己这里没被热了 还是被冰了 孙天没有距离 孙天可以忽悠距离 咱自己也有距离 其实我感觉这里没必要给杀木克补牌了呀 得给孙天补牌好一点吧 孙天可以忽悠刀的 这里孙天补牌自己打崩魏国不好吗 自己也有刀 刚才中兵是吧 我感觉这里给杀木克补牌不应该 你这样给杀木克补牌 杀木克很可能一波爆了 不好 虽然说孙天可以忽悠狮子 但是你先回了血吧 因为孙天他要忽悠刀去砍别人了 愚者祭出智者何存 这边杀木克要爆了 我其实觉得刚才的阴魂 这首阴魂是有问题的 不该给杀木克了 要出事了 要出大戏了 不好意思 续优牌名牌 看看杀木克能爆成什么样子 太凶险了 这里咱们只能去弹刺马 你弹杀木克毫无意 你就只能弹刺马 我跟你说弹杀木克毫无意 你就死吧 刺马赶紧死吧 真的 杀木克说不定逃了溢出了 或者怎么样 你反正别弹杀木克没有意义 我告诉你 你别看杀木克被刺你 你也只能弹死马 真的 我跟你讲道理 他如果真的排好 他就赢了 他好像排不是特别好 他并没有去连死马翼 所以咱们赶紧把死马翼弹死 不留这个祸害 君不知臣 臣不知君 他没有连死马翼 所以这里我觉得 就是底下弹死马翼完全没有问题 赶紧 如果他真打死能一波 那是他厉害 他如果打不死 对吧 咱们就一打二 不是一打二 咱们就二打一 这里不谈觉醒 此间还有闪 保住 那互相英魂 可能有转机 两个人互相英 很爽 又中兵呢 我觉得这闪杀不是中兵 就是中乐 这一刀砍了也不知道转不转 反正对面也过了一招 你也过了一招 很难讲转不转 但天度了不错 而且还英魂到桃子 我觉得山伯克有点难了 山伯克可能还有一轮爆的机会 最后一轮机会 如果你能爆起来 你就还有机会 要爆不起来可能就没了 咱们这边有个桃 不易 直接扔光守牌嘛 不让回血 当然回血也没机会了 但不让回血 好像你也没啥机会 说实话 你现在都打不过这准备小桥了 已经好战了 已经来不及了 就瞬间素质一刹 还留个桃 这里也是堵了 但是英魂过的牌 这明显堵不了 不过不得也不行 所以山伯克也是隐恨 主持人那会儿 那首英魂 其实差点酿出问题的 不应该给山伯克英魂的 就最后一轮次的时候 前面那会儿 留英魂都没什么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局 第三局主持人玩 这叫方 方方方方 这什么玩意儿 烂洲式 猪龙梦霍吧 烂洲式怎么都出来了 乱入 猪龙梦霍 由于现在梦霍太弱了 所以本来都见不到这个组合了 这手牌有点凶 二号位 其实还好吧 看看一号位是什么 总不能是大嘴 总不能是大嘴巴 五中山友 他说我防大嘴 这种基本上不是位 不强手量 装藤甲 基本上可以标飞位 所以过了吧 我感觉你扔个杀比较好 为啥呢 因为现在节奏特别快 有大嘴走私什么的 你不要留 我知道你留个火压 这有个藤甲 但是那都不是你能操心的事 我的建议是留闪 真的 你很危险 你不要觉得不危险 但是黄云云也选择了亮 黄云云亮就亮吧 所以你啊 觉得你厉害你就亮吧 你不会主将是亮吧 主将是亮 不是 他装人望顿了 肯定不是 你要干什么 不是 你打我脸是吧 你 小 小什么还挺会玩是吧 真的是有意思 你这个诸葛亮 那你敢人望顿脱了吧 不是 你倒是脱 不脱 表示有司马懿张脚 我人望顿好使 哎呦 吐了 吐了 赶紧把连弩丢了 是吧 连弩不丢 其实连弩应该丢 又摔个马他女 他全是蜀国吗 怎么搞的 他看过四合五 搞的四合五都像鼠是吧 这个曹丕也是挺有意思的 谁打他他翻谁 谁打我我翻谁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行吧 拿着代劳 不拿乐 表示我们不怕乐 这人不拿乐 不是不是鼠吗 不知道 也许他就吹一张杀 拿个闪吧 把黑放过去 然后变成一个小黑人 都翻了 你这真有意思 他我不知道他是谁打他 谁他翻谁 还是他瞧不起梦获 主持人表示 给我梦获变一下 还是嘴牌 这算不算嘴牌呢 兄弟们 我取的算吧 但是梦获马素不理他 马素变个鸟 变 我说实话 我就没见几个路人 会用马素主动去给队友变 就是路人的马素 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给变的 就是我放个OE 顺带的 发现可以变 那变了吧 他从来不会去主动 什么去砸你 绝对不会 受不了 硬生成打成最大的结局 好 这里曹平英 怎么不翻张飞了呀 不是说好的 谁打你翻谁呢 不敢翻了 看起来形成一个 四打三的局面 大优 但是大优个鸟 全被翻了 上哪大优去 好 看你一个小小 墙上 霸王硬上 我不上蓝兽 小小咋了 小小就不能上了吗 小小就 他也不是男的呀 对不对 好 主持人家不救 黄英 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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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把剑可厉害了 这把君子剑 流氓剑可厉害了 替我挡着 小小裸奔了 小小裸奔以后 就要被这个君子剑蹂躏了 是不是有点疯狂的 死了呀 别救啊 咋说呢 你想救救救吧 他也不知道是啥 也有可能庞统 但我姐就救救了吧 这一下杀爽了 但是没杀死 没杀死 就会留下一块后患 可惜 差一刀 还真差一刀 不过这个法证 他是不是排序错了呀 他如果先过牌 是不是能提前过要持有念啊 我看他没气叹 我看他后面好像过了个牌 过要持有念 不是那样的话就血亏了 把他说不定打扫 原来是个奶 有朋友说 他刚才为什么不出来奶呢 他奶个鸟 流失体力是奶不了的 终于奶出来了 奶出来了可以救 九杀 马出说的草子有闪 他妈刚才都是被残的 你以为有人杀过我吗 收了收了收了 南中巨像 你吃死 这你啊 不是认我 你的计谋被撕破了 这南蛮其实不该放的 这南蛮放的好差啊 咱们没啥用 这南蛮真的毫无用处 这南蛮不该放 你们细想一下 这南蛮有什么用的 南蛮真的是不该放的 好 不易 这四号位造成一点伤害 那肯定回血啊 造什么伤害啊 都翻面了 就不着急 摸 张格邓爱 还是不如四血 看起来很逼扭啊 就不如四血 四血的看起来舒服很多啊 飞哥 飞哥表示我是匹匹刀 给个吃令 给吃令素质一叉 再来一下 这得救救救 肯定要救的啊 马速的话 也得救 突然之间想救了 确实得救 确实得救 咱讲道理确实得救 咱吃了个乐 没事咱有无险 沃龙也无险 必乐不住 行吧 你先教吧 你可能牌丢不住牌 只是君子剑没有用了 都变成男的了 妹妹呢 没有妹妹了 都变成男的了 好像 好像看起来 是不是还是大优啊 大优啥 马祖马上就死了 他说小小 你没有天香牌 你暴露了 所以说 神经刚才那个 男妈没必要放 孟霍打个国无险也可以 我龙的单无险留着吧 随我冲 啥 没有天香牌 有闪 如等看好了 马速我不相信 你还能活过立伦 你要再活过立伦 那你可真的神了 你真的是马神了 你杀马速 杀他 行 马速不知道有没有闪了 反正也出过闪了 好 他有桃子 又救出来了 好 对 这时候奶猪龙了 不要奶 不过其实奶猪个量好一点 奶猪个量好一点 猪个量武器很关键 奶猪个量好一点 保佑无儿之基业 这里 吴国泰可以去操作一下张盒 帮他存个田什么的 还有桃吧 终于没有桃了 终于砍死 一个太难了 崩还没崩 毕竟你还没死 你手里这么多好牌 崩是肯定没崩的 只不过就是 你想什么 开团直接获胜 已经不存在了 好 帮他存了几个田 然后他去捎几下 看能遭到什么东西 捎过龙猪了 怎么办 只不过龙连黑都没有 那你也太弱了吧 还行 只要没掏到这三张AOE都可以 其他的都无所谓 你随便掏 火攻 闪 有闪还行 他也没杀 杀不了马速 子智怎么办 开不开 我不觉得开了 大大力吧 还管那些 他有 他可能就防弹盘 这里就管不了那些了 艾大力吧 死了大不了看县区 反正留着这个祸好像也没什么用 有人说他如果弹马速你不裸奔了吗 他不敢的 这种时候真不敢 我跟你说 因为你摸新牌了 这种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弹体流失体力 你想想 他真不敢 因为你弹的话 他如果救起来人家不放了 他说用一呢 用一就是堵嘛 周一说不敢堵 反正这种就是心理博弈 好 因为这个助量有张鸣闪 所以先放万念 这个助量 黄月鹰也不会玩 把他射死得了 宝月鹰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确实有这种可能 因为你打流失体力 他可能就不救了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主持人家说 我保个鸟 谁都不保 全去死吧 我还开个仙剧呢 我说不定 收你们无我一个人头 我就大优是吧 我梦获 进凰战 也不怕这个中间阴魂 我能回血 但是没想到 这祸还有个桃 喵的 这什么 非所定计失效是吧 那无所谓 另一个是啥也不知道 摸一给二 什么东西 他死了一个诸葛连路 加九杀 这一波只能说是风险对冲 冲成功了 卖掉了队友 利用先驱 干掉绿皮 打这个一血登岸 应该很好打的 昨天说你暂时打不死他 但他也打不死你 你总有神抽的时候吧 你四血 你还没有神抽的时候吗 怎么那么背吧 两张杀直接砍过来 留一张杀防辣蛮的 防决斗什么的 不要砍 因为你杀迟早都可以砍出去 这个不会玩 你杀迟早可以砍出去 着急砍干什么呀 你有连路你知道 那可以砍出去 没必要打空 留张手牌 而且你把它打到 闪电可以挂 闪电可以挂 但杀没必要出 好了中门大开 这边再挤一把刺熊刀 有人说他刺熊刀调戏 边是边是个鸟 你点取消也是要点一下的 你点取消 我告诉你 你点取消甚至 比点确定还要费的时间长 为什么 因为第一确定在左边 取消在右边 这大家习惯性的 第二 你在你的认知里 你看到 使用一点出去的一刻 你大脑 脑电波一闪 你率先看到一定是确定 而你要去刻意去点取消 一定要把脑电波转换一下 你自己去看看 想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点确定 肯定比取消更快 我说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扣个一 好吗 没道理的扣个逼逼我爱你 我再看第四局 主持人玩这叫木刀鱼醉鱼 这局也挺有节目效果的 他这个关降应该是挺合理的 因为你看这降框都是比较好的 这样 这个绿皮卫国都可以 随便选 来的一手 司马潮逼 可以 看几号位呢 其实司马潮逼这个将 更希望别人来开发他 而不是他去开发别人 也就是说最好他队友去想想手量 来清一个秘密 有点意思 一代劳 看来他不打烂量了 当然这里你亮不亮都可以 你作为一个位你想亮就亮 你不想亮也就不亮 好 先开一个万键 看看有没有队友 有队友就可以减少连的目标 连错的目标 这里是位就赶紧亮了 什么呀 毒桥是吗 不知道是啥毒桥 应该不是位吧 那你就亮了 出门买菜超级加倍 五号 五号跑了 好 他说你是位 你不敢出来 他有什么不敢出来了呀 他位他不敢出来的扯淡 什么是个法证 这个张角表示你不出来你就是位 扯了 他也知道有张角吗 防雷机 那你俩都发财吧 你也收了一个人 他收了一个是 他还是草皮硬转一点 但这个牌不咋样挺烂的 好 没有什么位 直接就你后置位 连弄不出直接连 尤其是这个四 有毒桥不亮 他不知道是离线了 还是什么 反正自己不亮 随便 左思夹许 好恶心 将位国家当南半入侵使用 行吧 这里出来了 这里肯定要出的 不出要被翻了 他这个位 那会不出倒可以 这时候要出的 啊 这群吗 打了个无限 大群吗 乱舞 假群 大哥 他给他 他给曹匹打无限 他就是位吗 你可这闹呢 你这么可真闹呢 我觉得他甚至都可能是群 他说我要没了给你找个队友 他关键是队友吗 和听地之骚话 好 批他 他说你不是群 你杀我 这可真有意思 不是 我其实这有点难理 不是你们判断身份 不是这个判断身份很难的吗 吕不亮了 他给曹匹打个无限 他是什么 然后他杀你 才让你批谁 当然从结算顺序也批不了 司马后改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真的是 一个个的卧龙凤竹 虽然群羽死了 但是还有一个群优 那你们不是炸了吗 这可觉得太搞笑了吧 我觉得群群这什么思维 什么脑回路 包括群羽也是什么脑回路 你还能给董卓 董卓给曹匹打无限 所以他就是 卫国是吧 或者说他是你朋友 穿个鸟 他要是个别的国家 他是不可能给曹匹打无限的 他只能是群 所以你别跟着闹 咱们不被乐就赢了 咱们有弩 奇侧十二可万狂澜 其实说实话 董卓那时候没必要打无限 我感觉 他翻的话 他只能翻张角 他不可能翻你的 我知道你想要开工资 但是你这是自己须 你越害怕他越翻你 你就不害怕 你坦荡荡的一个思绝 他为什么要翻你 我不觉得他会翻你 他甚至都有可能翻循忧的 真的 他真的甚至有可能翻循忧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董卓 就是此地无印三百两 就自己太怕被翻了 所以 所以就 就搞成这个事情了 因为有帐八 记得帐八图看一下 要三千刀戳吗 没必要 他这里切刀应该是想开千区是吗 但你刀也没切彻底 换弄换弄换弄 你要想开千区的话 就把刀清彻底一点 游戏结束 你挺会宣布的 别的不行 宣布的是一把好手 判断身份这么难吗 我觉得判断身份应该很好判断吧 回去玩消消乐吧 确实 这个张角确实是本局最搞笑的 批法证 批法藏 才是在搞笑 当然这里由于他是电脑填锋 他不会拆连组 所以你就杀一杀了吧 如果是人的填锋 不要这么打 打很可能连组就没了 好 头 脚枪不杀吧 没到时间的 只能被蹂躏 奇侧十二 可万狂澜 不挣扎一下吗 你是知道有黑勒了吗 还是怎么比的 不是知道有红勒了吗 找到一个左四角序 还是可以挣扎一下了 你带不走的 我会好好留着 你带不走的 我会好好留着 有道理 好了 今天的录像就全都看完了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觉得阿婆主不易的 记得一键三连哦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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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